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的惊人呼吁 他建议美国军方应该用无人机取代那些无用的坦克 在最近的未来投资峰会上 施密特毫不客气地表示 面对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 像5000美元的无人机可以摧毁500万美元的坦克这样的现实 让他呼吁军方应该重新思考其军备策略 施密特不仅在讨论无人机的效用 还提到他自己创立的初创公司专注于为乌克兰制造自动化的神风特工队无人机 他强调无人机战争将成为未来冲突的主流 并预测传统的坦克、火炮和破级炮将最终被淘汰 然而他也指出西方政府和军队的适应速度可能会缓慢 这让人不禁思考 在这场技术革命面前 现有的组织和政治结构是否真的能跟上变化的步伐 这场辩论不仅关乎军事战略 还涉及到技术、创新与安全的交叉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前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近日在沙特阿拉伯的未来投资倡议论坛上 呼吁美国军方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取代其毫无用处的坦克车队 他提到 我读到美国某地存放着成千上万辆坦克 应该把他们送人买无人机代替 施密特的言论来自于他目睹乌克兰利用廉价无人机对抗俄罗斯军事优势的实力 据复比士报道 施密特还创办了一家为乌克兰制造自杀式无人机的初创企业 显示出他对现代战争技术的敏锐关注 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使用廉价的现成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军事优势 而坦克仍然是其战斗的核心 然而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 以色列拥有大量先进无人机 但同时也依赖步兵部队 并在加沙地带部署了数千辆坦克以配合空袭行动 这一切让人们思考 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是否已经足以替代传统的重型武器 施密特在2019年离开了Google母公司Alphabet Inc的董事会职位 但多年来他一直在担任矽谷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 他曾是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的首任主席 于2016年至2020年间为高级国防领导人提供新兴技术的建议 此外 他还领导了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2021年向国会提出了如何最佳利用AI进行国家安全和国防的建议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无人机战术每隔三到六周就会改变 双方都在急于创新 施密特指出 自主技术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 无人机战争是未来的冲突 他最终会取代坦克火炮和迫及炮 然而施密特认为西方政府和武装部队在适应新技术方面会缓慢 他提到 这种系统对这种情境来说完全不对头 尽管战场上发生了激进的变化 但组织和政治结构并未改变 布隆伯格报道中 施密特的观点不仅反映了现代战争技术的进步 也揭示了传统军事战略面临的挑战 对于施密特来说 这不仅仅是技术转变的问题 还涉及到组织结构和战略思维的根本转变 随着科技不断变革 无人机在战争中的角色日益重要 而施密特的呼吁正是希望引发美国军方和其他国家的深思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Eric Schmidt提出用无人机取代坦克的建议 无疑是高瞻远瞩的 从经济角度来看 一架价值5000美元的无人机竟能摧毁价值500万美元的坦克 这种成本效益是前所未有的 再者 依赖地面作战的坦克在现代战争中 尤其是城市巷战中灵活性和适应性都大大受限 反观无人机不仅速度快操作灵活 而且不需担心人员伤亡 这使得他们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历史上技术革新一直是军事力量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从早期的火药飞机到如今的无人机 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又一次革命 我们必须接受并拥抱这一趋势 楚天书 你的观点虽然新颖 但过于激进和理想化 坦克在现代战争中人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特别是在需要装甲防护和火力支援的情况下 无人机虽然灵活 但也容易受到电子干扰和反制措施的影响 历史上每次军事技术变革都不是以取代 而是以互补的形式出现 例如 二战期间 坦克与步兵 空军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 而非单一依赖某种装备 此外 坦克的存在也具有心理上的威慑作用 这是无人机难以达成的 更何况 无人机的操作和维护 也需要新的训练和基础设施投资 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谢琪琪 你说的不无道理 但我们必须考虑在技术进步的速度 无人机技术的迅速发展 已经显示出其在战场上的优势 以乌克兰战争为例 乌克兰利用商用无人机成功对抗俄罗斯的军事优势 这证明小型自主作战单元能够打击传统重型武器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战和非对称作战成为主流 无人机的快速部署和操作灵活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选择 我们不应用于过去的战争模式而应展望未来的作战需求 技术革命总是伴随着短期的不适应 但长远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进步方向 无人机确实展示了其在某些方面的有效性 但我们不能忽视其局限性 就像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中 尽管拥有先进的无人机技术 但仍需要大规模部署坦克和步兵 以达成战术目标 实际上 无人机和坦克在战场上各有其角色 不能简单地以一换一 更重要的是 无人机的使用涉及到伦理和法律问题 特别是自动化武器系统的决策透明性和责任归属问题 此外 无人机技术的进一步扩散可能导致全球军备竞赛 无意中增加紧张局势 最终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的军事策略 而不是一味追求技术的极端应用 你提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积极面对和解决的 而不是因此就停滞不前 技术永远是双刃剑 关键在于如何负责任的使用 自动化和AI技术的发展 已经不可逆转 我们必须在制度和监管上加强 以确保其在道德范畴内运行 至于军备竞赛 这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而非以国之力能够左右 正如历史上看似不可思议的技术 最终被普遍接受一样 无人机的普及也将推动军事策略的革新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抗拒 而是引导这种变革朝着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 楚天书 我同意技术的发展无法阻挡 但我们必须谨慎推动变革 历史告诉我们 过度依赖某种技术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提供了新的战略选项 但不能全然取代其他军事装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过度依赖坦克的战术演化成为德国失败的因素之一 相似的单一化的军事战略可能带来不可逆的损失 最终军事领域需要多样性和灵活性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种成熟的技术 只有兼顾传统与创新 才能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综合且平衡的军事力量 而非单一技术的全盘接受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邪奇奇在无人机与坦克的军事应用上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各自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观点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 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经济效益和灵活性 并认为它们是未来战争的必然趋势 他引用了具体的数据 强调无人机在摧毁昂贵的重型武器上的成本效益 并且提到无人机在城市巷战中的适应性 这些论据无疑展示了技术进步 对军事策略的影响 表明他对未来武器系统变革的信心 然而 谢奇奇的反驳则揭示了楚天书观点中的潜在问题 他指出 坦克在防护和火力支援上的重要性 并强调无人机的局限性 如电子干扰和操作成本 他的观点提醒我们 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传统装备的完全取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每次技术革命都是以互补的形式 而非简单取代的方式出现 在反驳中 楚天书依然坚持无人机的优势 并引用了当前冲突的例子 表明无人机已经在实战中证明了其价值 然而 这种强调未来的观点 可能忽略了当前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谢奇奇正确地指出 无人机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风险 这是对科技应用必须谨慎考量的负责任态度 总结来看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 展示了军事技术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是对新技术的拥抱 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技术的反思与保护 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 而是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未来的军事战略应该是多样化的 兼顾新技术的应用与传统装备的优势 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战争环境中保持优势 这场辩论无疑让我们思考 如何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中 保持对各种武器系统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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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